我们就用另外一个 你会发现这个公式更精简 我们用另外一个 如果我不用REPT加LEN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TEST 这个TEST函数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人如果不会用这个TEST的话 其实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结果是做不出来的 OK 以这一题来看 TEST要怎么做 首先当然TEST 有点像什么呢 像比如说这边这两 这个84应该变084 那7的话要变007 如果说我今天用格式 格式的话应该按右键 除存个格式 比如我选这两个 按右键除存个格式 那其实你会发现 在除存个格式里面可以选这么多种 比如说数值就数字 日期时间 百分比等等 文字 另外一个制定 其实我觉得各位应该 熟悉的应该这个 制定 那什么叫制定 就是说有些格式如果不存在的话 你可以把它变出来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有些东西其实会制定的话 蛮多东西就可以把它很简单的变出来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我今天是要文字 而且要三个字的话 你可以切到制定 把原来的通用 把它删掉 输入三个零就可以 000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输入三个零 意思是说 我就是要三码 那三案顾名实际上 四个零 五个零 有没有 OK 看你要几码 就补几个零就对了 那如果说我只要按确定的话 有没有 它就变成 084 007 可是问题来了 实际上 它存在Excel里面的是不是084呢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刚刚是格式 什么叫格式呢 格式是外表看到的 跟实际上存在Excel的资料不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准确真正存在Excel还是84的数字 084是因为格式的关系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什么呢 把现在看到的变成真正的我要的那些 就是084的资料的话 怎么办 也就是说 当然 同理 就是说 如果以后你看到的资料 假如说你取不到 比如说像什么 待会一取 比如说像生日好了 这个七世有没有 七十年次 六十六年次 如果你要取这个资料的话 如果你要用像 第一个想到说是用Labs函数 有没有 切两 你会办法切一定切不到 为什么 因为看到的 跟实际上里面存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怎么办 特别注意 如果表面上看到跟实际上不一样的话 那你要把它变成 你真的可以取得的话 记得有一个关键的函数叫Test 所以以后举凡什么呢 格式看到的跟里面不一样 你要把那个实际上看到的资料取到的话 你可以用Test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首先的话 我在旁边 我先把它Ctrl-Z Ctrl-Z复原 恢复 如果说我真的要用Test来做的话 首先第一个我在旁边列起 插入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就是Test 所以你就在文字类里面找到Test 它会出现 跟你讲说这个Test函数 它里面会跟你要两个东西 一个叫Value 其实Value通常就是资料 OK Value 第二个的话就是FormateTest FormateTest的话就是它格式化的文字 其实格式化文字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字帝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000吗 其实就是把那个000放在FormateTest里面就可以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FormateTest 只要有Test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什么 双引号 因为它是要FormateTest 所以你要补000的话 记得前后要双引号 那怎么做呢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案确定 它要跟我要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什么 你的值Value 那我就给它84 有没有 那再来它会问你第二个 那请问一下你要把84格式化成什么呢 我要把它格式化成三码 最后就给它什么 000 但记得 Test 一定要什么 前后要自己补算 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有同学做错都忘了 前后加算以后 好 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的作用是什么 帮你把原来的84的数字 把它转换成这种格式 变成084的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文字 你为什么知道是文字 因为前后一定会有双引号 不过你放在储存格的时候 它并不会多那个双引号 也就是说在储存格里面 不会特别让你知道说它是文字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会变成 把84变成084 如果这个OK的话 那是不是说我们刚刚的公司 就不需要REP加L 对 没错 所以怎么做 首先我干脆直接把这个综合练习 再复制一下 因为我们保留刚刚REP 怎么再复制 很简单 拖拉加Ctrl键 你会发现这个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其实最快的复制工作表 拖拉加一个Ctrl键 Ctrl键按住 放开就可以 然后请你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叫Tex Tex 也就是说我不要用刚刚REP加L 我要用什么 用Tex 怎么做 1 请各位观察一下 应该知道改哪些地方吧 09 这个都固定的 11这个固定 有没有 减号也固定 从哪里呢 从这边 这一串 and后面 REP这个拿掉 那我只要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ex Tex 前刮弧 然后一样 Value 所以他跟你 跟我要一个 我就给他84 这个给你 OK 那请你帮我怎么样 把84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3码 000 记得前后都要加那个双引号 我发现同学最容易做错的就是这个 因为可能跟以前你们在写 写一些东西习惯不一样 特别是除了在这个以Sale的公式是这样 在VBA的程式也是一样 OK 所以要养成好习惯 只要是文字前后都要双引号 我这个只要你养成好 那不要写错了 我觉得写公式写VBA 就会写的很顺手 不一定要快 一定要正确就对了 然后记得有前刮弧就要后刮弧 再补一个后刮弧 那还有一点 我不建议你们一次全部写完公式 我是建议你写一部分打个勾 写一部分打个勾 不然有时候有东西很心急 就把公式全部打完打勾错了 不知道错哪里 那你要从头看 真的还不如重来一遍还比较快 所以我是建议 有的时候你不要急 你可以先run一下 先执行一下 然后再一个step再一个一个 你千万不要很心急 像有一种从头到尾写完了 然后一执行错了 又要错哪里就麻烦 所以建议是阶段性的 这个时候我先打勾看看 现在检查一下 有没有 end一个减 end这个关键在这里 有没有 tester然后把那个趋势 帮我放过来 然后格式化成三码 然后跟前面串在一起 然后丢到这里来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流程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个流程顺的话 以后就看马上就OK了 简单的事情公式马上可以搞定 复杂的事情就留给VBA OK 目前这个还算是小case的 好 来打勾看一下 OK了 那再来应该会吧 一样嘛 把这个复制一下 跟刚刚的一样 贴到哪里贴到后面 然后把这个G4 改成H4就好 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可能现在你还是有一点点不太能够体会说 Test这个地方当然已经可以三码 另外一个地方我刚刚提 比如说我要取什么 因为我后面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统计报表 这个统计报表的话 就是请你帮我统计 我客户里面 那个个年龄的占比 什么年龄呢 就是五年级生 因为台湾这边五年级 不是什么什么六零后期 我们是用几年级生嘛 那我希望说我几年级生 比如说70到79占比多少 60到69占比多少 50到59占比多少 比如说每个像投票或者是各个 反正你就只要是客户 我要统计一下 哪个族群是最大宗 那我要怎么做出这个 其实这个是用枢纽分析表做的 很简单 真的你如果会的话 大概不用很 几分钟应该就OK了 可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需要产生一个栏位 特别的枢纽分析表 你要做某个报表 你一定要有那个栏位 比如说我要几年级生 那你一定要有几年级生的那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 那你就做不出 你要的枢纽分析表 所以说你要分析表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要分析什么 请你要有那个栏位 OK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 那你是什么都做不出来 所以关键地方掌握了 后面就简单了 OK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产生 几年次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个栏位 那我只知道生日 生日里面的话已经有前面两码 是年次 可是问题 我目前没有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在旁边多增加一个栏位 叫几年次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可以输入一个栏位名称 叫年次好了 OK 那可是问题这个年次的来源就是从这边过来 习惯上是把这个油漆筒刷一下 OK 年次跟它一样 好 那怎么样把它抓过来 以前的习惯是什么 前两码 所以我刚刚讲我插入 想说前两个字 不是 那以前我用过一个叫什么 Letter 对不对 还叫Letter 然后Letter的话 就这个文字里面的前两个字 对不对 感觉好像应该OK 可是你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怪怪的 29年次 不是70年次 怎么变29年次 原来 你会发现 因为 你看到的 这个是日期 尤其日期 它其实是因为格式的关系 才会变成这样子 它里面实际上存的是 29846 你想说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 其实这个数字 就是跟1900年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也就是说相差就2万多 可是它为什么会变 因为自己背后有个格式 所以那我要怎么样取得这两个字 帮我放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想想看 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请你用什么 Test 如果你会用Test 你就有办法把这个做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你可以有个年次 那你枢纽分析表也做出来 并不复杂 好 待会我顺便会跟各位讲一下有关 就是做出几年次 OK 如果像这个报表 其实说真的 用顺流分析表很简单 但是你就是缺一个什么 把年次给变出来这个动作 OK 所以请各位先 1 试试看用Test 2的话就是试试看 年次这个栏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我觉得太多地方 只要你画面上看到 现在常常有同学说 老师有些资料为什么我看到 可是我看得到 可是我却抓不到 我抓到的却是不一样的资料 跟我画面上看到的是不同的资料 原因就出在格式 也就格式跟它实际上储存的资料 是不同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关键的函数来了 就是请你善用Test OK 这个函数其实是相当相当重要 可是我发现好像蛮多人 不会用 不会用 当然你这个问题就很大 不会用 那怎么办 OK 那就只能突发炼钢吗 如果不用这个函数的话 报表怎么做出来 OK 会的话说真的很快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Test函数 软软看 那另外那个 我刚介绍那个参考就是468招 里面其实还蛮多的范例都跟 他举的蛮多跟Test有关的相关的范例 所以可见这个其实是蛮常被用到 那请各位